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这边很快review一下 那基本上polynomial type reduction 我们探讨的是两个问题之间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转换方式 那这边是这样子的 那它有一个notation 比如说x Problem x呢 可以polynomial type reduce到 Problem y上面去的话呢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符号它这个小于等于 它基本上其实已经隐含了 这个compressity的高低的关系 所以表示呢 这个y的这个compressity 是比较高的 就表示它其实是比较难的 或者是顶多跟x是一样难的 那另外它这个小 它这个下标这个p 代表是polynomial type的 reduction是一个转换 那它代表就是说 如果呢 这个x呢 我要转成y的input 用y的averson去解决它的话呢 那这个transformation中间转换过程呢 需要的时间是polynomial type 就可以做完的 那在这边的话呢 严谨的第一是这样子的 就如果problem x 是polynomial reduce到problem y的话呢 那基本上它代表就是 对于原来我现在 比如说对于这个x 它任何的一个input instance 任何的一个instance x呢 那我都可以对任何的一个 input instance对应 建构出一个y的input y的input 那这个y的input建构的时间呢 只需要polynomial type 那这个转换过去之后呢 那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呢 就是它是一个reduction转换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会希望 在原来原来如果有一个input 原来有一个solution好了 就是如果有一个input instance呢 我是会回答yes的 在x这边 我是符合这个给定一个bund 我会回答yes的话呢 那我希望在同一个instance 转换成y的时候 我在y的这个averson 它也必须要回答yes 那这个条件呢 它是if and only if 那意思是说 左边回答yes右边也要回答yes 那相反的就是 右边回答yes 左边也要回答yes 就两个人的回答要是一样的 那它这个目的为什么要 这样子if and only if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一般来解 一般在解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做reduction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希望 左边这个问题呢 我用右边这个y的averson 去解决它的话 我需要知道 在y的这边得到solution的时候 要怎么样转换回原来x的长相 那所以这是很重要 我不能只是会转过去 但是我也需要可以翻译回来 所以它需要一个可去可回 if and only if 好 那在这个polynomial reduction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的是 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problem y 它的averson到底怎么去做 它其实我们把它视为一个bread box 就在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不需要真的去探讨x 而这个y到底是怎么去做它的 那我们只要假设呢 如果它这个problem y呢 是存在一个averson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就行了 好 那在这边的过程 那假设呢 y是存在一个averson的话呢 那所以呢 我们重点就放在polynomial time的reduction 我们希望这个transformation呢 只需要polynomial time的时间 可以做完 那意思是说呢 就假设呢 假设呢 就我们希望这个total 我们只focus在这个transformation的地方 需要希望它是一个efficient的一个转换 好 这一页的话呢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想要用polynomial time reduction 那这一边polynomial time reduction 其实如果你建构出这个x小于等于py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呢 就problem x polynomial reduce to problem y的话 如果你建构出这个关系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它代表什么意思 那它其实当然代表是problem x跟problem y之间 它们之间的这个难度的差异 就到底是右 这边看起来当然是右边是比较难的 那左边这个是比较简单 或者是两个人顶多是一样难的 好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一般在建构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它的时间 它还是分成三个时机 那这三个时机请大家稍微要稍微区分一下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方向弄错的话 那基本上你的证明就是 就没有作用 那第一个呢 第一个case的话呢 是我们一般在design一个 真的想要design一个 algorithm efficient algorithm 去解决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 就假设我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那我现在想要 设计一个efficient algorithm 去解决这个新的问题 那假设如果我相信我做得到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利用是polynomial time reduction的技巧的话呢 意思是说 我虽然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真的 要design一个全新的algorithm 我希望用的是手边已经知道的 现有的一些existing的algorithm 去解决这个新遇到的问题 这时候怎么做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建构这个polynomial time reduction呢 这个relationship是这样子的 Problem X这时候 这时候呢 是我新遇到的问题 就是新的 Problem Y呢 是已知 已知有方法的 已知有algorithm的 那我们会放在右边 好那当我这样子建构出来的时候 举例子我们在前一个单元里面 我们用 我们就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我们那时候说 这个network flow很厉害 然后而且呢 其实我可以用network flow来去解决bipartimation 那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建构的关系是下面这个 就是我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是bipartimation 那我要想要为它设计一个新的演算法 那但是我又不是真的想要重新开始设计一个全新的 我想要用一个现有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就从现有的演算法里面找一个比较适当的 跟它比较有相关性的 然后我希望中间做一些转换 所以那时候我们建构是这样子 我们把bipartimation的 这个bipartimation graph 经过一个转换 转成一个flow network 转成右边的这个flow network network flow吃的input instance flow network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flow 我们就用network flow的这个focus的这个algorithm 找到解 找到解 那找到解了之后呢 那我们再把这个解 再翻译回原来bipartimation的solution的长相 那这样就结束了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polynomial time的reduction 大家会看到是新的问题放左边 那已知有解的问题放右边 那当我这样建构出来的时候 它代表是什么意思 它代表是我现在手边遇到这个新的问题呢 它是可以被efficient去解决的 它我是可以做到一个efficiently 去solve这个新的问题的方法 那我用的是旧的 已经知道的演算法 那当这样建构出来之后 它当然也隐含了一件事情是 我现在其实遇到的这个新的问题呢 其实难度是比较低的 它其实是没有像network flow这么难 那因为network flow比较强悍嘛 那它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所以它比较厉害 那我其实遇到新的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那但是我用一个比较厉害的演算法去解它 那所以呢 这个它就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说我解决了bipartimation 我没有真的设计新的演算法 我用现有的network flow 那第二个呢 我也建构出这个难度的差异 就表示左边这个人是比较简单的 那顶多跟右边一样难而已 那神医上在文献上面也可以看到 bipartimation 其实它有自由的演算法 那个演算法其实是比network flow的 compressivity再低一些的 那就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好这是第一个case 这个的话呢就是正统我们一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采取的招数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case的话呢就是这个单元呢 我们主要要跟大家介绍就是 如果我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那我现在觉得这个新的问题很难 新的问题很难 那我要说服大家说 这个新的问题很难的时候怎么办 那用的是第二招 用的是第二招 那这边的话呢是intractability intractability是intractable的 那它这个intractable它代表就是polynomial type solvable的意思 那所以呢intractable的话呢 基本上其实它要说的就是 其实目前是看不到polynomial 它也可以去solve它这样子 那所以在第二个case的话呢 这是我们一般遇到难的问题的时候 想要建构的关系 一样的在这里的话呢 xpolynomial reduce到y身上 那这时候的话 我要把现在新的 假设我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很难 这时候我要放在x 还是放在y上面呢 新的问题很难 我要放在y上面 我要建构y很难 那这时候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那我们一般的做法是 我们找一个已经知道很难的问题当作x 就是这时候是反过来 就是我知道某一个问题 就是反正现在市面上 不是市面上 就是就是其实很多书啊 或者是很多dictionary 你去找 大家都可以找到很多很难的问题 对比如说 比如说circuit satisfiability的问题就很难 对不对 那很难好 那我就放左边 那我接下来的话呢 就把我新遇到这个问题放右边 放右边 好 那如果这个polynomial type的reduction 做成了之后 当然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那它代表就是 左边已经这个 我已经知道很难了 对不对 已经是np complete 它很难了 那右边这个人 右边这个人还比它更难 或跟它一样一样难 所以它就代表 我现在遇到这个新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的难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时候第二个case 我们需要这样子去建构它 把已知很难的问题放左边 那我们现在要解决 遇遇了这个新的很难的问题 要想办法放右边 建构出来 建构这样的关系之后 我们才可以去说明 y真的是一个很难 我现在遇到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这很重要哦 好那这方向动错的话 x放错就是如果两个人角色互换的话呢 你就变成是白做工 变成就白做工 那这个地方呢 像大部分的同学在初次证明的时候呢 通常会犯错就是犯 犯 会错在什么地方要放x 什么地方要放y 那我们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样会错 假设呢我把一个 已知很难的问题放在y这里 已知很难的问题放在y这里 那我现在遇到一个新的未知的问题 我放在x 好放在x 那x其实我不知道它多难 那现在如果我建构出这个新的未知 unknown的这个问 这个unknown这个difficulty的这个问题 放在x的之后 我建构出这个polynomial reduce 到一个很难问题的上面这个关系之后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它代表的是我这个未知的问题 比一个已知很难的问题还要简单 还要简单 或者是跟它一样难 但是这样带给大家任何的information吗 其实没有 我只知道它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很难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 所以当然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会小 都会比一个很难的问题还要简易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所以这样子 所以大家要特别记得这个关系 你要把你现在要处理的对象 要放在什么地方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它适用时机 适用时机就是已知 x呢 已知 x呢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很难的问题 那现在也不存在任何演算法 没有人找到polynomial type的方法 可以去 solve x 那我现在要说 那我现在要说y很难 我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y很难 那y就要放的是新的问题 那我才可以去说服大家说 哦 y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用这个 这个第二个 case呢 来去 demonstrate 怎么做 polynomial type reduction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就是 Hermintonian cycle polynomial reduce down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的问题 在这边的话 我们会看到是 Hermintonian cycle 它是一个已知很难的问题 它是一个NP complete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说 上次跟大家介绍那个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它也很难 那我们就要去建构这样的一个relationship 这是第二个 case 那第三个 case的话呢 有时候也很常见的 其实第三个 case的话呢 就是要去建构的是equivalence 就是两个问题是一样难的 好那两个问题是一样难的话呢 其实你要建构就是 它可以互相polynomial type reduce到对方去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X可以polynomial reduce到Y Y也可以polynomial reduce到X 那当然他们就表示 这两者的难度是 polynomial的equivalent的难 那就是可以在polynomial type reduce到 互相transform之后 其实难度是一样的 那这是第三个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 那在这样的case的话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 那在这边的话呢 其实常见大概就是 如果你想要model一个新遇到的问题 model一个新的遇到问题 但你发现这个新的遇到问题 跟你已知一些很经典的问题 其实是很像的 比如说像是一体两面 就是其实只是换句话说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你要做其实就像是一个 one to one的correspondence 就是做一些 那这时候你要花的工夫是什么 只剩下transformation 所需要花的时间 那那它是 它难度是一样的 那只是你要额外做一些 extra的transformation的时间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一页同学片我自己是觉得 非常重要 就是大家在学 polynomial time reduction的时候呢 我想这一页就是精华 那在之前的话 我们我也跟大家提过就是 一般同学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第二个case使用时机是 非常常出错的 非常常出错的 那这个错有时候是很 很不可饶恕的错 就是有些同学是在论文 学位论文上面提出的证明 就正错方向这样 就是x跟y它放错位置 然后那所以它的证明就变成没有作用 就变成没有作用 这是很重要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polynomial time reduction的case 那在这之前我们先讲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个 这 我们在讲证明nph的时候 我们是采取这样的招数 这边的话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就是漫画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就是在公司做事的话呢 老板通常会assign一些task 给下面的员工去解决它 那通常的话呢 大概隔了一个礼拜之后 或是几天 那通常老板可能就会来问说 我上次交给你的问题 你解决的如何 现在progress在什么地方 好那接下来呢 那这边是第一步 就是这个员工呢 就是他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发现其实他真的是找不到efficient的演算法 所以他就很老实的就跟老板report说 就是抱歉就是我找不到一个efficient的algorithm 那我可能是因为太笨了 就觉得应该是我可能是能力不足的关系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如果只是只是只是他觉得自己笨的话 那通常老板会说那没关系 那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去study一下就行了 就这通常老板会这样说 那你再多花一点时间 可能就时间就可以解决的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再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 这时候这位员工真的是找不到结 所以这时候他就是比较理直气壮对不对 然后所以他就说 我找不到efficient的algorithm 因为呢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嘛 好那他这样讲的话呢 他就说我又再花了一个礼拜 可是我就真的找不到 那所以他就这样说 那这时候老板通常都会说 那可能只是你找的不够仔细 并不是代表他真的不存在 只是你找不到而已 因为那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找 那所以接下来再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 这位员工就非常有自信的 就再去找他老板 他就说呢 这个问题我是找不到efficient的algorithm 是没有错 但是不是只有我而已 这些名人他们也找不到 这些天才们他们也找不到 所以不是我的问题是大家都找不到 这跟我自己没有关系 那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说服他 那所以呢 所以那个在NP complete的这个领域呢 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大家才缺失这种招数 就是没有人找得到 现在就是没有人找得到efficient的algorithm去解决他嘛 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问题 目前看起来就是很难的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最后一块呢 就是要跟大家用一个例子 Hermittonian Cycle Polynomial Reduced Down Travelling Salesman Problem 这个Case 然后来跟大家Demonstrate 怎么样去完成一个Polynomial Time Reduction的过程 那这边的话呢很重要 其实他这里面讲的 这里面就基本上我们一般在证明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完成这些过程 缺一不可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先假设大家可以接受一件事情是 Hermittonian Cycle Problem 它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那这边的话呢 有人叫它Hermittonian Cycle 也有人叫它Hermittonian Circuit 基本上其实它代表是一个cycle的意思 那这个Hermittonian Circuit 这个Problem的HC呢 它是什么 它的input呢是一个没有方向性的图 没有方向性的图 好那没有 它是没有方向性的图之后呢 那他要问的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图上 这左下角是一个图 你有没有办法在这张图上 拿一支笔 拿一支笔 从任何一个起点出发 一笔画完 画完所有的点 所有的点 然后最后又回到原来出发的那个点 然后不离开值就是一笔画要画完这样子 好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它就是想办法找一个cycle是不是可以经过所有的人这样 那不离开值 那意思就是你只能用它现有input里面给定的这些edge去完成你的cycle这样子 那这是Hermontonian circuit的problem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很有名 这个图是特别做的 那大家看到这里有非常多的五角形把它拼出来的对 这个例子是特别做的 那这个case的话呢它是存在Hermontonian cycle的 就是在这里 好那右边这个的话呢 这是一个bipartite graph呢 那在这边的话呢 你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个 这个话你就画不出来 那在这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一笔画完 然后经过所有的点 又回 又绕成一个圈圈回到原来的点 那这是 这个就画不出来 好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说的是这样 Hermontonian circuit这个problem呢 已经被证明 就这是前人已经做完的事情 那他已经证明了这个Hermontonian circuit这个problem呢 是一个np complete 那他很难 他很难的问题 好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那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这前面有跟大家稍微讲一步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就是给定一些city 就一个sales呢 那他有很多客户 那给定a set of city 那假设有n个city 那我也知道呢 city 任两个city之间的距离distance 好 那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他要问的就是说 那给定了这样的这些city 还有这个两两city之间的distance之后 你有没有办法帮这个sales找到一个route 然后可以呢 从任何 从某一个点出发 从某一个city出发 然后呢 拜访过所有的客户 就经过所有的city 回到原来出发的那个city 那而且呢 他要求呢 每个city只能visit一次 exactly一次 就每个人都要看到 而且只能看一次 就不能 不能往返一直经过这样子 那有没有办法找到这样一个route 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点 然后呢 total的这个route的distance 要小于等于某一个给定的bund 那他要问的是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要说的是 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想要建构的是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呢 也很难这样 那我们要 这边要做的是 polynomial tide reduction 从hermintonian circuit reduce到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好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这个的话呢 根据前面的投影片 大家可以来看到 这边其实我们想要企图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们想要说明的是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左边这里的话 hemintonian circuit 这个problem 已知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那我现在如果可以成功的 做出hemintonian circuit problem 可以polynomial reduce 到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身上的话 那他代表的是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是很难的 是很难 那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怎么去做他呢 那这边的话呢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一个 polynomial tide的这个reduction 这polynomial tide的reduction 它当然包含了两件事情 对不对 那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要建构的是transformation 因为我现在的话就是hc 是一个我已经知道很难的问题 然后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 我现在新遇到这个问题很难 那这个东西这个polynomial reduction 它代表意思是 我把左边这问题呢 的input 转成右边的input 转成右边的input 用右边的方法来去解它 那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完成的是这个input的转换 而且这input的转换要符合什么 polynomial tide的transformation 那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建构出这个转换 而且呢要check一下 这样的转换 是不是polynomial tide的时间内 也可以做到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块 我们要做到的事情 那第二块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就是两者可以互相transform过去 就这边的话 我们要建构就是 if and only if 那一块 那我们要说的话呢 就是左边的这边的任何一个input 我都可以transform到右边的某一个input 那而且我们造成了 左边给念这个instance 如果它会回答yes的话 右边也要回答yes 然后versaversal 右边回答yes 我也可以转成左边原来的长相 那这是很重要 所以呢我们就要做两者的转换 好所以呢这边的话第一块讲的就是 我可以把任何一个 Hamiltonian circuit problem的input instance 任何一个都可以 在polynomial type时间内 时间内 Maping到一个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的input instance 的长相 好我可以 我可以做得到 而且要polynomial type做到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要去证明呢 就要去证明 如果呢 呃 某一个instance 给一个 Hamiltonian circuit的input instance之后 如果我找得到Hamiltonian circuit 找到一个cycle的话 那我也要能够在对应 转出来的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的这个 这个input graph上面呢 可以找到一个route 那这个route要小于等于给定了某一个bund 那另外当然也要呢 也要去证反过来 就如果呢 那如果呢 这个右边这个 真的找到一个route 符合这个bund的话 我也可以转成 左边这个Hamiltonian cycle的长相 所以呢 他这样才可以做到 左边回答yes 右边也会回答yes 那右边如果已经知道 是回答一个yes的答案之后 我要翻译成 左边会回答yes的答案 所以呢 要可以过去也要可以回来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这三 这两大块怎么去证明它 好 那第一块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做的是 polynomial time的时间 可以把它mapping过去 那这个transformation 基本上其实就是一个mapping mapping当然其实就是一个function 那我们就要去建构一个function f 那把一个function f呢 把左边的Hamiltonian circuit 这个给定的input instance input instance 是一个undirected graph 那我要transport成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的这个input instance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直接看图 直接看图 左边这边的话 大家看到Hamiltonian circuit 他input是一个undirected的graph 那就是有一些点 然后呢 彼此之间 有一些人之间有连线 好 那右边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我要建构的是什么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input的是 给定n个c 给定n个c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 左边有几个点 我右边就先建构出对应的 对应的city出来 那接下来呢 traveling salesman tsp 还有一个资讯 就是两两city之间的距离 两两city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就要把左边 左边这边的age呢 转成右边的age 那但是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呢 它建构出来这个graph呢 是一个complete graph 就是任两点之间一定有age相连 因为它代表的是任两点之间 我都可以算得出距离 所以呢 这边原来没有age的地方呢 你要建构出一个age 然后而且要给定适当的weight给它 好那在这边怎么做呢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到就是 左边呢 Hamiltonian circuit 任何一个instance 有多少个点 我在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这边的这个graph呢 我就建出多少个点 然后接下来呢 左边 Hamiltonian circuit 所以这里的这个graph里面 有age的地方 我当然在这里呢 也要有age给它 那我给它一个特别的weight 给它一个单位的weight 一个单位的weight 好 那另外那个没有 原来Hamiltonian circuit graph上面呢 没有age的地方 这边怎么办呢 我在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这边的话 我也建议一条age给它 这是必要的 那weight要给多少 我就给它贵一点 我就给它cost是2 cost是2 所以呢 1是有age的 2呢 cost2代表是没有age的 代表是没有age 它其实要建造就是那种 没有age的人呢 没有age的地方 cost比较高 比较高的话呢 基本上 你走traveling salesman的话 你就会比较不倾向使用它 对不对 因为它cost比较高 所以不会很想用它 好 那这样就做完了 这样就做完了 那另外呢 那bund要设多少 bund要设多少呢 那在这边的话 Hamiltonian circuit 它代表是我要找到一个cycle 经过所有的点 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所以这个cycle 当然要经过N个点 如果这里面有N个点的话 我当然就要这个cycle 就要经过N个点 那对应的话呢 其实建构出来这个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里面 我当然就是对这N个点呢 要完成一个完整的route 完整的route 那我在这里的话 我就设定它的bund为N 设定它的bund为N 为什么呢 那我因为我希望呢 在这边呢 在这边如果有办法找到一个cycle的话 找到一个cycle 它当然是用的是原来 在Hamiltonian circuit上面给定的age 那这些age呢 在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身上 我刚刚这样的建构方法 它对应的age cost 每一个人都是1 所以意思是说 我如果只用原来给定的这些age 就可以走得完的话 其实它代表total有N条age 串联所有的c体 然后呢 每一条age都是一个单位的cost 所以加起来cost只需要N就好了 那所以我就设bund为N 好那这样就转换完了 那所以这边的话就看到 左边是Hamiltonian circuit的input instance 右边是traveling salesman的input instance 它是一个complete graph 有age的地方cost给它1 没有 原来 原来没有age的地方cost就给它2 然后呢 bund设它为N 那这样的一个transformation 要花多少时间呢 假设左边有N个点的话呢 当然右边这里我要建造N个点 需要ON的时间 那接下来呢 因为这边的话呢 两两点之间 任两点之间都有age相连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这个age数会逼近b个ofn的平方 就是如果有N个点的话 就有N个平方 那这边的话呢 用v代表 这个v代表的话就是点数的个数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呢 好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这个transformation需要花多少时间 这个mapping 那这mapping的话 基本上是big of v平方 就是 这个是polynomial type 可以做得到 所以呢第一步 我们完成了这个下标 这个小P这件事情 就是polynomial type的transformation 可以做到 那接下来我们要建构的是 建构的是solution之间的关系 我要建构的是 左边回答yes 右边要回答yes 然后接下来呢 右边yes 左边要yes 好 那第一步完成 那接下来呢 第二步就是左边yes 然后会导致右边要yes 然后接下来呢 第三步就是右边yes 然后会导致左边yes 好 这边的话呢 我们要去证明的话就是 假设呢 原来 原来左边这个 Hamiltonian circuit input instance g input instance g呢 这边如果我找得到 一个Hamiltonian circuit的话呢 我要去说呢 我要去说呢 其实它对应 对应的这个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这个graph呢 我也可以找到一个route traveling salesman的route 那这个route呢 是小于等于b的 那刚刚这个b设定多少 设定为n 对不对 好 那我要去证的是这个 从左边到右边这个方向 好 那这个方向证起来 当然是很直觉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会看到是这样子 这边如果有 有一个cycle 这边如果有一个cycle 就假设给定这个input instance 其实我是找到一个cycle的话 好 那因为我要说 左边会回答yes 就表示这个input 是找到一个cycle的 Hamiltonian circuit 那这个circuit 如果找得到的话呢 那我就说 反正基本上 他要经过所有的点嘛 那我就说 他大概 他可以规划成这样的 反正他经过v1v2 然后vn 然后又回到v1 我就先说 这个circuit 长相是这样子了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会知道 把这个同样一个circuit 移动到右边对应的这个traveling salesman的这个graph身上 基本上我也会发现 他有一个traveling salesman的一个route 对不对 因为他也是绕过所有点 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而且经过所有点 刚好一次 刚好一次 好那所以这边的话 基本上他也没有问题 那而且这边有一个特别是 左边这里的话呢 因为他是一个cycle 所以他经过了n条h n条h 然后右边这里的话 我会知道他也当然也经过n条h 而且这n条h 就是原来这个graph 原来这个hcinstance上面的graph graph上面的h 所以呢在右边这里 他对应的cos 每一条h都是1 我经过的这些人 刚好都是1 所以我会知道这个 右边找到这个对应的这个route 他总和route的这个distance总和就是n 对不对 因为他经过n条h 每一条刚好cos都为1嘛 那所以就n乘1就等于n 那我就会知道 这个就符合给电这个bund bund的为n的条件 所以呢左边这边如果找到一个 Hermatonian circuit的话呢 那经过n个点 那基本上他在对应的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身上呢 我也这个instance上面 我也找到一个traveling salesman的一个route 那这个route当然也是经过n个点 那而且他的总长度呢 刚好为n 那就符合给电的这个bund 那这边就结束了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呢 好左边有解 右边就有找得到解对不对 那接下来第三步 第三步的话要说的是 右边假设有人找到一个解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右边这解怎么转过来 好那在一般的case 可以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在一般的polynomial tide reduction的证明过程当中 其实通常这个if and only if 就是左边倒到右边 右边又要倒回来 通常有一个方向呢 会是困难的 有一个方向会是困难 就是或是相对比较难 那一般来讲 比较顺的方向 当然是我从左边到右边 因为这是我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方向通常都会是比较自然的 那但是通常比较难做是反过来 回来的那个方向是比较难的 好那这个问题上面呢 它的确也稍微比较难一点 但是呢 这个问题大家因为太直觉 所以它其实很好算 所以就相对也很简单 但是在一般的case上面呢 这一步通常会是整个证明的 会卡关的地方 那这边的话就要请大家稍微再留意一下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 接下来要说的是 从右边这里呢 要倒回左边这边了 那从右边这边的话呢 要倒回左边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要去证明的话是 假设 假设我们转出来的这个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身上 有这个转出来这个graph身上 我找到了一个 找到一个Traveling Salesman的 一个route tsp的route 我找到一个route 而且这个route呢 是小于等于n 因为我刚给定的bund就是n嘛 那而且这个route的总长度 数是小于等于n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看 那如果这个route找到的话呢 我要对应看一下 左边这里 我是不是可以翻译回来 也找到一个解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 tsp的tual 当然它其实代表就是 也是经过所有的点 又回到原来的点 而且每个点都只经过一次 对不对 其实它是很 跟hematonia circuit很类似的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呢 这里假设右边有n个点的话呢 当然就表示这个route 就经过了n个点 又回到原点 所以其实它形成像是 一个cycle的形式 那接下来呢 所以我们会知道 这个route 这个tool 经过了n条age 因为它又回到原来 就串起来 所以n条 经过了n条age 那而且我说 其实我这里找到的 total的distance呢 是小于等于n的 小于等于n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 右边这张图里面呢 它的age cost 我们把total distance 是n 分给 平均分摊 分摊给n条age 那这时候的话呢 每条age 只能 只能最多是cost 为1 对不对 不可能有其他解嘛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 右边我们是刚 当初在建构 这个traveling salesman 这个instance的时候 age cost只有两种 不是1就是2 它没有什么0.5 这件事情 我只有1跟2 这两种选择 那我现在找到一圈 绕完所有人的这个cycle 这个total distance 是n 而且它又经过了n条age 那想必它一定是对应那种 每一条age 都是cost为1的那种age 所以呢这个除一下我们就知道 那所以这个n除以n就是1 那所以平均来讲每一条age 一定是选到是那个cost为1的age 那如果它是一个cost为1的age 那它其实对应在左侧的这个hematonian circuit上面 是不是其实它就对应是有一条 也有对应的age 因为它就可以返回来 它是存在age的 那所以呢这些人呢 直接贴回来 它也会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hematonian circuit 在左侧 好那这边就结束了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呢 好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分 分这几个步骤 我们大概就完成了证明了 就完成了hematonian circuit 可以polynomial type reduce到traveling Salisman province身上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刚有在证明之前 有跟大家稍微提到hematonian circuit 这个problem 已知是一个npcomplete问题 所以在这边其实我们要建构的是 右边这个也很难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来看一下就是 什么叫npcomplete 我们最后再给定义 最后再给定义 是在这里 这个npcomplete 那一开始我们刚刚有提过 就在最早的时候 比较早的时候有提过 npcomplete定义是这样 npcomplete它讲的就是 np这个class里面最难的 最难的那些问题 才叫做一个npcomplete问题 好那所以在这边的话 如果一个decision problem 那我们知道它其实都作用在 decision problem身上 一个decision problem L呢 如果我说它是npcomplete的话呢 那基本上它代表 它definition上面它代表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个L呢一定是属于np这个class 因为它说的就是np里面最难的嘛 所以它当然要属于np 这是第一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 这个缺一不可 那第二个的话呢 第二个我就要说它是最难的 那怎么说它是最难的呢 by definition告诉我们就是 任何一个np其他的问题 任何一个every L plan 就是np里面其他任何一个问题呢 都可以polynomial reduce到 我现在探讨这个L身上 那所以代表我现在探讨这个 decision problem L 是不是最厉害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reduce到我身上 用我的方法来去解它 所以我是最厉害 我是最难的最强的 好这是definition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呢 好在这边的话呢 这两个要件 第一个当然是check 一个decision problem 是否属于np这个class 这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给它 这个第二个名字就叫nphard 这个property就叫nphard 任何一个np的问题 都可以reduce到我现在探讨这个问题身上的话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nphard 就是最难的 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这是definition 这是definition 这是定义 那所以其实当初第一个证明出史上 第一个npcomplete的时候 他的证明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证明 这个是很难证的 对不对 因为对于第二个property来说 他要去证明任何一个np的问题 都可以polynomial reduce到这个set的问题上面 所以他其实是最难证明 因为他去证明是每一个for each都可以转过来 那他那时候他证明的方法比较tricky一点 他其实是用一个general的representation的方式 来去证明他 然后去把所有的问题都用同一种方式去表示他 然后再去证明那个表示其实是可以转过来就结束了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假设根据这个定义啊 我如果找到一个问题是npcomplete 我如果找到一个问题是npcomplete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面想要问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名气对不对 就是我们想要问的是p是否等于np 那这个p是否等于np的话 当然我们目前当然没有人可以回答 那但是在这边的话我们大概可以 他基本上就是只有等于和不等于两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分两个case来去探讨好 假设如果是等于的话呢 那他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就什么时候会造成他等于 就是如果这个我现在探讨这个问题呢 我有一天真的有人可以对一个npcomplete问题 找到polynomial tie的algorithm去 solve他的话呢 那基本上在这一刻l就等于p了对不对 然后呢透过这个definition 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reduce到我身上 然后我本身又可以用polynomial tie的algorithm去解决他 所以呢所有人其实都可以polynomial tie去 solve他 这样就造成了p等于np的case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假设如果有一天有人 可以直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说 这个npcomplete是不可能不存在polynomial tie的algorithm去解决他的 如果他也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话呢 那他当然呢就可以建构出来p是不等于np的 不等于np的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 所以在这边这个关系就很重要了 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 就npcomplete难度到底在哪里 它大概就是tractable 基本上它代表是polynomial tie solvable的意思 intractable当然就相反 就不存在polynomial tie solvable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这个npcomplete到底是比较靠右边还是比较靠左边呢 这目前的确是没有人知道 好那最后我们再用这一页同片来去summary一下 我们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想要去证明它是npcomplete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证明它的 前面这个是definition 前面这个definition第一个条件说 这个证明一个问题是npcomplete 我们就第一个证明它是属于np这个class 那第二个要件的话就去证明 你所有的问题所有任何一个np问题都可以polynomial reduce到现在探讨这个问题身上 那如果这个建构完成那这个问题就是npcomplete 那但是实用上面呢这样太难证了 因为我们大概很难把所有的np的问题呢 都做这样的polynomial的reduction 所以呢实物上面practical 其实我们不是用定义去证 我们用的是这个theory 用的是这个theory来去证它 那这个theory呢 这个theory呢其实它就说 如果这个decision problem l 是一个npcomplete的问题的话呢 那它基本上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不变 它当然要属于np这个class 那第二个条件有一点变化 这个的话呢是比较常见 而且我们大概比较容易做得到就是 你先找一个已知很难的问题 已知很难的问题 比如说已知是npcomplete的问题l' 先找一个已知是npcomplete的问题l' 那接下来我就建构出 那接下来我就建构出 已知npcomplete的这个问题l' 可以polynomial reduce到我现在探讨的这个问题身上 那这样做的话呢 基本上我也可以建构出 我现在探讨的这个问题也是很难的 那就结束了 那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普遍的证明 是采用这个theory的方式来去证明它 所以呢根据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这一份头 这一个单元的头片 其实我们完成了一个证明就是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is npcomplete 怎么说呢 怎么说我们来试试看 就是我们在很前面是不是有跟大家探讨过 traveling salesman是属于np这个class 有一个checking对吧 插一个tool然后去检验它 是不是符合tsp2的条件 然后等等的 那些都可以在polynomial type时间内检查完成 那所以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的确是属于np 那这是第一个property就符合了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去做第二个property 第二个property 那刚刚看到第二个property 我们怎么做 我们找到一个已知npcomplete 问题是谁 是hermintonian circuit problem 是一个已知npcomplete问题 然后呢 所以我要想办法先找一个 已知是npcomplete问题l prime 那刚刚来讲的话就是hermintonian circuit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建构一个reduction的function f 把已知npcomplete问题的instance呢 转换转换转换成transform成 我现在探讨这个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的问题的instance 好 那可以transform 而且这个transform呢 只要polynomial type时间内就可以做好了 那这是很重要 就是要去证明这个transform呢 我做得到 而且polynomial type就做得完 check一下是不是polynomial type时间做得完 好 那最后一个那就要去回答 左边 左边这个已知npcomplete问题 如果他会回答yes的话呢 我右边这个未知 未知的这个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呢 也要回答yes 然后反之亦然这样子 那所以我要建构出 左边会回答yes 右边也要回答yes 右边回答yes 左边也要回答yes 那意思就是 左边这边如果我找得到一个解 这个input找得到一个解的话 其实我可以直接对应 产生出 右边的这个instance上面的一个 回答yes的一个solution 那第二步反过来 当然就是假设左边这边 右边这边我找到一个解 那我要想办法把它mapping回来 原来翻译回原来这个input上面 对应的solution的长相 那这样就完成了 那所以呢在前面同一片里面 我们完成了这个证明 就是我们透过 Hermintonian circuit 当作一个媒介 那我们就证明了traveling salesman 的确是属于npcomplete 好那这边就结束了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呢 好所以在这个单元的话 我们主要要跟大家介绍的 两件事情就是polynomial type reduction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npcomplete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最后一份作业 的最后一个题目 其实就让大家练习做证明 练习做证明就是 但是那个 两个对象已经选好了 就是两个就是探讨对象已经选好了 那所以大家不用找那个对象 那这边的话呢 其实大家要想的就是 我要去怎么去证 给定了这个新的问题呢 它是属于np 那大家就做一下确认的动作 verify它需要np 需要polynomial type 然后接下来呢 那做这个转换 polynomial type reduction 那这边是属于npcomplete的部分 那下礼拜的 下礼拜一的话呢 我们会介绍比较补充的一些教材 就是有些 有些topic很有趣 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但是可能在课本上面 没有cover到 或者是我们在这学期 没有办法安插进去 那所以下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会利用一些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些 额外的一些extra 一些advanced topic ho BU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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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